中国制造已经向中国制造开始转变 中国在制造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让全世界所津津乐道 随着世界自动化及智能化进程的家具 世界终于体验到了什么叫中国速度 在今年一月份 一段中国工人九小时完成车站改装工程的视频 让全世界网友瞬间炸锅 在大家还没有从中国速度带来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时 中国又在一月底完成了世界首作不平衡转体桥的转体 刷新多项世界记录 让世界又陷入对中国操作能力的惊叹之中 而近日央视的一篇报道使这些情绪得到了升华 众所周知 中国一直被冠以基建狂魔的称呼 这也是对中国的一种另类肯定 而在最近的一期央视节目中 一种中国首创能让建筑施工在千米高空如履平地 即使在巴基大风中也能保有四天一层楼的施工速度的空中造楼机 让国内外惊艳不已 这种造楼机总重将近四千吨 五小时可整体顶升四点五米 相当于一座移动式造楼工厂 基采用机械操作 智能控制手段 与现有商品混凝土供应链 混凝土高空迸送技术相配合 令工程的整体工期可以缩短百分之二十 而这种空中造楼机在面对巴基大风时 毫不畏惧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中国独立发明的成立件 单个成立件可承受约四百吨的承载力 它就像手脚一样 使造楼机像蜘蛛侠一样 在建筑外墙上一层一层的向上爬 而如果出现故障 其至少十二个钩爪 也能抓住墙面保障整体的安全 不仅如此 今年以来中国在科技研发领域持续发力 在今年三月 俄罗斯媒体还曾报道过一款 中国自主研发可用于建筑领域的 能3D打印的无人机 让国内外网友惊异于中国人的脑洞 中国现在不仅在高间科技领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些基础设施领域 中国同样不成多让 中国正是依靠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的成就 才使中国在多个方面实现弯道超车 现如今 全球近百分之七十 三百米以上的高楼建造 都出自中国之手 在超高层建筑领域 中国以绝对的优势 跑在了世界的前面 今年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三十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号哨所 回复雪人了解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